这是我们的毕业状态 那个时候先成名的同学 会给你们还在学校的同学压力吗 肯定会 肯定会有压力 因为好像张子怡和刘烨 对 应该很早就已经 就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成名了 包括里面像源泉 海陆 还有这个 曾黎 胡静都拍过的东西 女生好强啊 感觉女班 对 女生真的好强 看到身边同学都成名了 你是着急吗 你要说不急也是假的 你会就给你个压力 就会说 原来你要拍这样的片子 才能够成名 要跟这样的导演合作 对 跟这样的导演合作 但那时候常理老师说 除了张艺谋 陈凯歌 斯蒂芬 伯格找你们 谁找你们都不用拍 先好好拍戏 以后你们拍戏机会多的是 很原谅 不能什么人都拍 怎怎怎么样 对 然后那个时候 坦白地说我信了 对 然后就闭了约以后 就面临了三年 就没戏拍的日子 但是现在反过来说 我觉得常理老师说的没错 演员不能过度地消耗自己 要选择值得拍的东西去做